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做宝宝的发带 因为上次做完之后还剩了很多材料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做 但今天的做的跟上次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花是用蝴蝶结来做成一朵花 然后呢用的发带呢是用这种有弹性的布来做的 这种就非常更简单一些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材料 然后先把这个弹性的布剪成长条形 根据宝宝的头尾来确定它的长度 然后这个宽度也是自己喜欢的宽度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三条一样长的这个丝带 然后下面我们还有三块一样的这个纱 然后呢这个纱和丝带的比例呢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它折成四折 然后这个折过来 四折以后呢稍微大于这个丝带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还需要另外一块纱 剪成长发型也就可以了 然后还需要针线和这个剪刀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我们还是先来做发带的部分 我们先把这一条有弹力的布对折 对折好了以后我们沿着这条边 然后把它缝上 然后缝的时候呢大家注意 不要把它拉紧 像这样就是松松的 要不然这条线它就会限制这个弹 这个布的弹力 然后它就拉不开 如果你觉得方便的话 你可以买那种弹力线 这样也不会限制这块布的长度了 我们这个就缝好了 缝了之后大家看这里是松松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把它延伸藏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它这个整个翻过来 然后把这个藏在里面就好了 我们把它翻过来了 翻过来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两边向里面给它折进去 折进去以后呢 把这两头 给它这样缝上就可以了 缝到好不好看没有关系 因为后面我们要把这个藏在那个花的下面 所以说那是无所谓的 我们把它这样就缝好了 它连接在了一起缝到好不好看不重要 因为待会我们这里会遮住的结石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来做头花的部分 我们需要把这个丝带和这个纱 都做出后连接的形状 这个非常地简单 我们之前都是这样的固定的策略 先找到它的中线 然后把它对着两边对着到中线上 然后我们这次不用交云线来缝了 就随便缝就可以了 因为到时候会藏在中间去 把这两边缝上 然后中间缝上 只要固定稳了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把它翻过来 像这样对着 像这样对着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这样就是一个蝴蝶结了 然后我们把它 把它放在中间 再从中间把它穿过去 让它更稳一点 然后我们需要三个这样的蝴蝶结 然后把这三个绑在一起 这样就是一朵花的形状 这样就是一朵花的形状 从中间穿过去 OK 然后我们把它剪断 这个纱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找到这个中线 然后把它对着过来 上面的对着下来 然后这里找到中线 然后把它折过来 这边也折过来 好 稍微俏住一下 然后把这中间给缝起来 就好 我们这中间就缝好了 大家随便缝 只要它这两边不翘 中间不翘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 好 往上折 也是一样的 往下 这里往下 这样就是一个蝴蝶结 然后把它打上 从中间穿过来 从中间穿过来 然后把它们一起绑在一起 绑好了以后呢 那我们再把它绑到这个 上面 绑在绑袋上 就OK了 我发现绑在绑袋上 不是很好绑啊 所以我们就 就直接到时候 把它缝在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需要做的最后一步呢 就是 用这个纱把中间这里包起来 就可以了 我们就像这样 中间这样给它包起来 把这个纱 用的合适来 扒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一朵完整的画 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把这个 缝到这个 在发带上就可以 就完成了 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样子 这就是一个 很可爱的发带 这是我们上次 做裙子剩的那个褶子 然后我们今天呢 也可以把它来 改成这个头花 我们看一下怎么改 我们先把这两边都给拆掉 然后把这个线给拉出来 这边也是一样 先把它拆掉 好 两边都拆掉以后 把它收紧 你看这样子一拉 然后把它 然后把它这两边 粘合起来 这就是一朵花了 但是这朵花太大了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边 给它剪小 我们先把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 给它绑起来 绑起来 绑起来 把边剪小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朵很好看的花了 我们绑好了以后 就像这样 沿着把它剪圆 把它剪小就可以了 感觉做一朵花 感觉做一朵花有点单薄 所以我们做了两朵 然后把它这样 点在一起 然后我还做了一个蝴蝶结 然后把它放在中间 然后把它缝起来 然后这朵花就做好 那时候这朵花就可以 那时候这朵花就可以 再做一根这种 这种 发带 然后把它 放在上面 也是很好看的 在那样子里 也有所谓的 一有不当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